各位網友,中國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曾經想用一帶一路解決這個問題,結果當然死了, 現在國內的需求不夠,中國就通縮,他就拼命輸出,這樣會不會變成世界一個貿易戰呢, 這段話我講講這個情況,然後回顧經濟大衰退,1929年的時候發生的一件事, 是令到世界起碼令到世界經濟衰退加劇了,很快就復活節了,我這裡有很多東西給你選吃的, 這個紅米和時代,你開派對就是這樣,輕量組合,1280,1280元,選10款, 可以十幾人吃的,標準組合,1880元,15款, 珍寶組合,2380,選20款,很多好吃的東西,大家選一下, 這個就是有前食,素菜沙律, 輕食,主食,這些東西,這個是小食,什麼都齊的,這個雞扒,牛筋腩, 炒飯,什麼都齊了,你不用擔心,就打這個電話,大家打這個電話, 或者去這個WhatsApp店,巴西向中國發動反傾銷調查, 涉及六樣進口商品, 金屬版,彩圖鋼板, 化學品和輪胎,中國對外傾銷最嚴重的東西, 就是第一就是電機產品, 電機產品又牽涉到,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電機產品生產國, 原配件,這些東西,他就牽涉到, 這個鋼材,很多金屬的使用, 和這個當然,這個就是電動車, 和鋰電池,這些東西, 化學產品,光復版, 和甚至風力發電那些螺旋掌, 巴西化學工業協會, 認為一定要提高關稅, 你要知道,巴西總統羅拉很擦中國鞋, 但是他也受到國內很大的壓力, 巴西,中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 巴西向中國出口, 超過1000億的商品, 1000億美金的商品, 大家看一下, 主要的巴西的貿易夥伴, 中國排第一,美國排第二, 其他的不多, 阿根廷在隔離當然, 中國和美國是最主要的, 因為中國就買他的大麥, 買糧食, 買鐵礦砂等等, 他就和中國買很多製成品, 2017至203年, 中國向巴西出口金額翻了一倍, 每年增加12%, 那就是, 這個什麼都去巴西設廠, 這個就是寧德時代那些去巴西設廠, 比亞迪去巴西設廠, 這個, 中國對巴西的出口, 這個入口, 這個, 是佔了巴西的, 中巴貿易, 佔了25%, 巴西的生意, 但是反過來, 佔中國2-3%, 很少而已, 2024年頭兩個月, 所以巴西很怕中國, 因為中國是最大的鋼砂買家, 和大豆買家, 中國向巴西出口金額, 大增33.8%, 而巴西鋼鐵廠出來示威, 他們出來向巴西總統請願, 要求對進口鋼鐵, 鋼鐵是很大的問題, 增9.6%至25%的關稅, 從中國進口的鋼鐵, 從2014年的16億至27億美金, 鋼鐵是一件很敏感的東西, 全世界都,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工業必須品, 如果握了人家手上, 就是覺得自己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尤其是巴西, 巴西是出產鐵礦砂, 僅次於澳洲的國家, 他很希望有自己的鋼鐵行業, 巴西從中國進口的幾種碳降, 2022年7月到2023年6月, 暴增85%, 我解釋給大家聽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 他是這樣飆上來, 這樣飆上來, 兩段飆上來, 這一段是因為全世界的產品受到破壞, 因為疫情期間, 第二, 這個是影響到台灣, 台降今年很嚴重, 應該第一年沒有色派, 台索很嚴重, 以前台灣的十大股票裏面, 台索系統佔了三間, 現在剩下一間, 排第十, 最好笑就是, 頭那五名, 如果你拿走台積電, 跟著那幾個計算, 那幾個加起來賺的錢, 都不夠台積電, 巴西, 那些石化原料, 石化材料也是很嚴重, 他是向全世界傾銷, 的, 2018年6月到2023年6月, 翻了20倍, 翻了20倍, 胎進口增加了100%, 八成來自中國, 他現在每年大概是輸入五千幾條胎, 剛剛日本的布爾斯通, 都已經預備切走在中國的廠, 因為以前中國, 會買一些高級一些的外國進口輪胎, 近期中國的胎, 一向的quality, 不夠外國的名牌, 他們賣很多很heavy的, 商業的胎, 很便宜, 現在近期因為消費降級, 有些人就開始買國產輪胎, 影響到外國的牌子, 即是米芝蓮, Goodyear那些, 巴西工業部表示, 這個調查會持續18個月, 有足夠證據, 表明中國向巴西出口的產品, 存在傾銷行為, 其實這樣做法, 對中國的產業也造成傷害, 對巴西也造成傷害, 泰國, 這些是很刷中國鞋的人, 指責中國公司逃避反傾銷稅, 即是轉了一個地方進來, 市場上的廉價起鋼材, 將會帶來巨大的損失, 鋼是永遠一樣很敏感的東西, 其他東南亞國家, 好像印尼鋼鐵業協會, 已向政府請願, 越南又開始預備徵稅, 大家看看, 中國的鋼材出口, 2016年是巔峰, 2016年是巔峰, 它開始下跌, 中國所謂做供給側改革, 不輸出這麼多, 誰不知2023年, 大家彈上去, 和高峰差不遠了, 第二, 你看看數量, 2023年是高過2022年很多, 不是的, 價錢來說下跌, 數量多了, 銀碼下跌, 大家想想, 價錢跌得多厲害, 好了, 賣去什麼地方呢, 大家要知道, 越南, 韓國, 泰國, 菲律賓, 土耳其, 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 就是, 去了這些地方, 是會再將它製成產品, 拿去其他地方買的, 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 這個我跟大家講過非常嚴重, 3月7日, 所有電動車入口歐盟, 是登記, 什麼意思呢, 他告訴你, 他到了過幾個月, 他就決定, 是不是對中國電動車抽關稅, 是會回數回去這個日期的, 3月7日, 這樣就沒有人敢賣中國汽車, 因為到時不知道抽多少%稅, 這個又對中國的生物柴油, 二氧化貼, 建築高空作業平台, 展開反經銷調查, 大家都看到, 這些都是Bio產品, 金屬產品, 他做這些高空作業平台, 即是做一些龍門釣, 這些東西, 做一些很heavy的東西, 中國有它的優勢, 日本對中國產的電解, 二氧化碼, 延長反經銷關稅5年, 去年8月, 墨西哥就很厲害, 墨西哥就因為, 和美國加拿大, 有個自由貿易協議, 墨西哥就去到美國, 他現在沒有跟他簽自貿協定國家的進口商品, 抽5-25%稅, 當然最受影響的是中國, 因為很多中國產品去墨西哥進入美國, 誰弄中國弄得最嚴重呢, 印度第一, 22件, 22件, 美國, 歐盟, 12件, 9件, 第二, 第三, 印度的保護主義是很厲害的, Donald Trump說, 如果再次當選美國總統, 對於中國企業, 在墨西哥生產的東西, 抽100%關稅, 即是不用做了, 還有, 對於所有的中國產品, 抽60%關稅, 後來想想我就明白, 這個Donald Trump是痛恨中國, 他覺得如果上次中國不是弄一些病毒出來, 他已經順利連任, 不會弄到自己雞毛鴨魚, 剛剛3月18日, 這件事我講了幾次, 其他沒有人講的, 我覺得是重要的, 不知為什麼其他的KOL我覺得不重要, 就是聯邦法院, 不是, 紐約法院要求Donald Trump, 交那個保證, 只能不能上訴, 罰款罰3億多, 不是, 他是要賠償3億多, 再加1億利息, 4億多, Donald Trump, 3月18日, 說他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錢, 原理上, 那個紐約法官說, 我會毫不猶疑地扣押Donald Trump的資產, 你知道哪裏有Donald Trump的資產, 他就凍結了他, 你凍結了Donald Trump的資產那一刻, Donald Trump是不是可以進行選舉呢, 他什麼錢都不用, 那一刻是很有趣的, 這件事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這個是, 我都告訴你, Donald Trump沒有4億多美金給的, 那些人就告訴我, Donald Trump很有錢, 誰有4億美金現金在那裏, 這個, 而且Donald Trump不是真的很有錢, Donald Trump最多二三十億美金, 而且他有很多commercial property, 沒有人肯借錢給他, 你拿些東西出來擋, 因為你的案件牽涉到騙銀行, 欺詐銀行的罪名成立, 那些銀行再借給他, 那就很好笑, 早前Donald Trump已經威脅過, 要對中國汽車徵50%關稅, 對所有中國商品徵六成, 世界任何地方的商品都抽10%, 這樣就變得很嚴重, 保護主義, 我告訴你世界上最嚴重的一件事是什麽呢, 就是這些太陽能板, Bomberg援引了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 中國龍基綠色科技能源公司, 裁員多達30%, 去年8萬人, 這間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太陽能, 板的廠商, 你知不知道用太陽能板, 被他們扔到價錢, 發電是低到1.9, 跌到1.0幾, 是一年內跌了40幾%, 所以現在說用核發電, 這完全不合理, 為什麽呢, 因為用太陽能發電是比其他的發電方法便便宜, 是追到煤的, 那你需要有什麽地方便可以用太陽能發電呢, 只要有很多太陽照著的地方便可以了, 譬如什麽地方呢, 沙漠那些地方不是很正的, 不會下雨的地方不是很正的, 不過有些沙塵, 還有你怎麽可以用第三代半導體, 就是用來作書電的控制, 去提升電壓, 來把它作為運輸, 如果不然呢, 這個renewable, 可再生能源, 其實可以取代所有的發電, 世界上有這麽多沙漠, 好, 我們講講, 這個這樣搞法, 尤其是特朗普這樣搞法, 就是搞保護主義, 1930年6月, 市倒閉之後, 美國當時的總統胡佛, 簽了Smooth Harry Tariff Act, 將關稅加了一倍, 很多東西除了豁免那些, 大家看一下, 關稅本來, 由1900年, 是去到1920年的時候, 關稅跌了很多, 由50%跌到到這裏, 最低的時候是十幾二十%, 去到這裏, 它已經回息, 增加了一些, 去到這個就Smooth Harry Act, 一下將它提到50幾%的關稅, 後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才跌下去, 其實是, 大家看一下, 這個關稅, 二七年到三一年的比較, 因為美國這樣做, 全世界又加稅, 於是大家就關稅競爭, 大家看一下, 這個二七年, 三一年, 德國, 法國, 意大利, 比利時, 瑞士, 瑞典, 全世界陷入保護主義, 結果的結果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世界貿易的總數, 結果最低的時候, 1931年跌到得這麼多, 它是跌了三分二的, 你不和我買東西, 我不和你買東西, 雖然那時候世界貿易, 佔那個世界經濟的比率, 沒有現在這麼重, 但是都是對當時的衰退, 有兩派講法的, 經濟長期衰退, 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種事情, 現在Donald Trump就是搞這種事情,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全世界一起一起炮製中國, 一起炮製中國就影響沒那麼大, 變成兩個壁壘, 中國和中國以外, 尤其是在幾樣東西上面, 這個是鋼鐵, 電機產品, 這個太陽能板, 這個電動車, 那些稀有金屬的提煉, 這個活性的藥物原料, 這些事情, 是真的會做一個網, 圍住中國, 以免它向外傾銷, 因為覺得不夠安全, 結果大家要知道, 加了這個關稅之後, 失業率再繼續升, 失業率繼續升, 其實是去到幾時才恢復到呢,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然後才恢復到, 好,這段講到這裡, 各位網友, 農曆新年過了這麼久, 我們開始推產品了, 第一團燒貓貓, 我就精選了兩樣東西給大家, 大家知道, 阿聰斯, 就是我們介紹的那些產品, 他做芋頭的產品和餅, 真的非常之好, 今次有兩款產品, 第一, 香蔥餅加蜂糖餅, 這個, 裡面一盒盒是這樣的, 餅是這樣的, 吃下去很香脆, 真的弄得剛剛好, 香蔥餅, 又香又脆, 是用優質麵粉, 雞蛋白芝麻做的, 然後蜂糖餅, 加了蜂糖餅, 加了蜂蜜上去, 甜蜜蜜, 咬下去馬上有幸福感, 兩盒, 各一盒, 兩盒合起來, 很便宜, 185元寄到你家, 最後幾天, 咬咬脆, 我們保持著新鮮, 另外一樣, 都是我很喜歡吃的東西, 這個貢貢香, 這個芋條, 我們以前推出過的, 我家裏有, 我經常都拿來吃, 有三種味道, 香蔥, 很大香蔥味, 第二就是芥末, 有少少辣的, 然後就是這個海苔味, 是非常脆的, 三百二百八十元, 好了, 還有兩款產品, 這個就叫聖比德, 咖啡牛扎糖, 就是, 大家知道, 有一個餅乾, 這個就是咖啡味, 香草鐵觀音味, 夾住一些妖結糖在裡面, 這個是台北的牌子, 每盒有二十粒, 兩盒加起來, 183元, 很便宜, 這個就是愛不羅梭胡麻卷, 我開來吃, 它非常脆, 有芝麻味道, 還有一件事, 不含添加劑, 它是台灣唐氏綜合症協會做的, 是公共, 這個是為公共服務做的, 這些錢是捐給唐氏綜合會的, 這個愛不羅梭是西班牙語abrasal, 就是擁抱的意思, 大家不要羅梭了, 支持唐氏綜合症的家長, 這個就是NGO辦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也很好吃的, 我們為了保持新鮮, 就是最後一兩天, 才叫它produce, 折單日期4月5日, 幾天來就寄到你那裏, 所以, 這樣訂發的東西, 是永遠最好吃的, 4月5日折單, 呢。